每年进入秋冬季都是雾霾的高峰期 这两天 深城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如何降低污染排放 打好蓝天保卫站 气球行业的污染排放也不容忽视 在今天的现场办理代表意见点 潘启明代表就提出了 加强上海市气球行业大气污染治理的建议 潘启明调查了解到 2018年 全市整车涂装行业会发行有机物排放约1557吨 气球行业排放量为711吨 上海对于汽车制造业的各项排放 已有专门的行业标准 但尚未出台气球行业的环保法律 法规或者标准 气球行业的喷漆和烘干过程中 会排放大量的挥发性有机物 从而导致雾霾 我这次带来的建议呢 就是希望在气球行业方面呢 能够出台有针对性的 有关于这个挥发性排放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另外呢 也可以考虑一些 先进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我们建议 我建议比如说一些 集中式的板喷业务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 气球行业持续发展 使用较为粗犯的上海大气综合排放标准 显然不利于监管 上海相关部门已准备对挥发性有机物管理进行商集 针对这个行业呢 专门去出一个行业的标准 我们估计呢 这个标准可能在今年会出台 从它行业自身的特点这个角度 去找它的这个精细化的这些减排的这个空间 据了解 上海正在制定新一轮挥发性有机物深化工作方案 将对工业行业出台明细的指导性治理方案 各行各业按照特点减少排放